你们俩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嘉宾 或者特别怕的那种类型的嘉宾 我是最怕不说话的那种 比如说像那个杜纯的爸爸 杜纯 还有严妮 这是我都是我怕的 严妮是什么 严妮是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但我们俩挺怕她的 她是唯一一个现场跑神的 就你在问她 你谁会这样呢 仿着仿着人不在了 就人不在 然后你说 不知道去哪了 啥 她讲别人很热闹 她讲到她自己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好像我跟她访谈 就是她那个新剧的首映 让她说一下 每个人都得说嘛 这剧要播了 你宣传一下 看吧 我快哭了 她来个马路的ID算了 严妮不是甩带牌 真的就是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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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不出来 如果她现在就在电视机前 你会敢跟她说什么呢 我想对严妮说的就是 反正超级访问到今天是 周波节目的最后一期了 做自己 不用改 我不知道严妮通过摄像机的镜头 然后听到你说 别让她改 做自己 她会怎么样 你们采访严妮了 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看一看 来 来 看看严妮通过奖的 来 来 来看看严妮通过奖的 好棒 严妮 严妮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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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严妮 严妮 你太来了 严妮 严妮 你还跟她用报啊 还跟她用报呢 不是 我跟你讲 做自己 不是 我打死都没想到她能来 对 都亏没说什么 都亏没说什么的 都说半天了 我们看一看 就是严妮有没有一个 做自己的改变 来 先跟所有超级访问的观众 独立地打个招 对 对 那个超级访问的观众 大家好 有闪戏口语 能多说一句吗 对 能多说一句吗 热闹一点的 哎呀 今天16年 我特别特别荣幸 能到这来 真的 16年大家还说是一个花季的年纪吗 我们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 我希望以后你们还会盛开 今天真的不一样 对 我们还会盛开 你觉得我们还能盛开吗 一定会 确定一定肯定 不是 这个时候你就回她两个字 看吧 就可以了 你知道她呀 太神了 那期是采访的你的同学是吧 对 是 多少年没见 高中同学 二十年 她就彻底 就是 就待人家感动完了以后 会回来 那我们访问了那个人以后 就是跟她说了很多话 她的一个好闺蜜 她就魂就走了 我觉得 我们就问了下一个问题 我记得那一天 她把那站 什么 真的就是 这种戏太深了 挺好 对 其实有了那个女孩 我才真正地走上了这个文艺的道路 做了一个演员 是真的她挖掘的我 但真的没想到超级访问能够 她 那真的叫不遗余力吗 能找到她 那也是让我很恍惚的一件事情 一下就恍惚了 对 你刚才发现了吗 就是刚才你说这一段的时候 表达极其流畅跟自然 就是跟她有关系 跟她有关的就不行 她讲别人事就会非常自然 这样我们变道组也设计了 我说你记忆力不太好 所以在这儿 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快问快答 好吗 来 准备好了吗 你知道快问快答什么意思 就是速度要快 一个很快 能帮你 好 第一题 请问16年前你在做什么 演员 好 第一次来上超级访问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和谁来的 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了 和 好像和《50外传》 有姚晨黄渤 《50外传》里面哪有黄渤 跟《50外传》的黄渤和姚晨 那就搞错了 你说的黄渤和姚晨是第二次来 第一次来的确是《50外传》剧组 那就《50外传》剧组 好 那请个第一次来 超级访问 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感受最深的 我感受最深 其实一个就是 真的是把我的同学找到了 还有一次我觉得是他 这能说吗 就 但是第几次 第三次还就是 不是我来做之前 可能主持人要来跟我见一面 就那天一开门 我忽然感觉 戴军跟以前有点变化 就我在吃惊的时候 戴军就说 我割了双眼皮 这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个我还有一段时间恢复 还没有慢慢成员活着